好,第二,心血管疾病的朋友,比如说有胆固醇膏啦,OK,然后呢,血管稀薄啦,长期服用高血压药的对象,能不能推荐它吃蛋白质粉? 为什么?为什么?人家一定会问你,为什么? 我说你不能说,听到没有?你要知道有个由来,你才可以跟医生讲嘛,听到没有?OK,好,高血压糖尿病,OK,还有这样, 像胆固醇的,如果有高血压的人,一定有两个,一定就是,有的是血压高,有的是胆固醇,这就是它的脂肪碳水化物代谢混乱的问题,听到没有? 所以也相对的就是维生素B的切法,对吗?然后呢,这个蛋白质粉呢,它能够怎么样呢?降低胆固醇,也能够增加血管的弹性,如果你看那些长期吃高血压药的人,最后的下降是什么? 是不是一样也中风?为什么中风?并不是高血压药,害到它中风的,而是长期的吸血剂,造成了它的血管稀薄,失去了弹性,明白没有? 然后呢,突然间,它的血压一飘,那就不用介绍什么营养了,我们就介绍阿弥陀经 谢谢大家 谢谢你